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联系讲星星,我是星星 我频道的第一则影片呢,就是介绍了清朝的末代皇后宛容 但是实际上呢,宛容入宫嫁给末代皇帝溥仪时呢 溥仪早就宣布退位,中华民国已已经成立很多年了 所以严格来说,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后 应该是光绪皇帝的原配皇后农玉 我们也时常都听到大清帝国是结束在慈禧太后的手中 但其实武昌起义时,慈禧太后已经过世三年了 真正呢,带年仅三岁的宣头小皇帝宣布退位的 是当时的摄政太后,农玉太后 他顶住了主战派的压力,宣布清帝训位和平转让政权 也让他获得了女中尧顺的美称 但是呢,这样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应该要占有重要地位的太后 最被我们后世所知的就是他留下来的那些长得不是很好看的照片 当然呢,就有点可惜 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聊大清帝国真正的末代皇后 也是末代太后,农玉太后 农玉太后同志七年正月四日,西元1868年1月28日出生 姓叶赫纳拉氏 和当时大部分的女子一样 她的名字在证实里面并没有被记载 根据慈禧太后直系曾孙纳根正 纳这个姓呢,是满清覆灭后 许多原本姓纳拉氏的满人 就将他们的姓氏改成了汉姓的纳姓 我们熟悉的超级歌后纳英 原本也是姓叶赫纳拉氏 在这位纳根正所住的 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农玉艺书里面 她写到 农玉太后在家里的小名叫做喜子 而我们现在常常听到她的名字靖芬 也是来自民间的爷氏 据传呢,她的姐姐的名字叫做靖荣 妹妹则叫做靖芳 虽然呢,无法确认农玉太后名字的真实性 不过呢,既然大家都耳熟能详 我们就从善如流用靖芬来述说好了 哦,对了,这里我想要先说一个题外话 可能因为呢,我们看了大部分清工剧 在讲到满洲人的名字的时候呢 常常会把姓和名连着一起念 比方说农玉太后在影视剧中呢 就常常被称作叶赫纳拉靖芬 但其实呢,满人和汉人不同 满人的姓和名不会连着说 如果呢,要说全名的话 会说是叶赫纳拉式的禁分 不过通常满人习惯上只称名 就连在朝堂上或是公文书写的正式场合 都会只称名 比方说乾隆时期的大贪官和申并不是姓和名申 他其实是姓纽护路式名和申 而按照满人的习俗呢 大家一般只叫他和申 除非是在加关敬爵啊 正式封赏等等的重要世界 才会加上姓氏称他为纽护路式的和申 好,我们回到正题 禁分家的耶和纳拉式呢 原先是八旗中下五旗的满洲香兰旗 算是很一般的旗人家庭 但是他的家族在清末出了一位 鼎鼎大名的超级大人物 整个家族也因此被台旗进入 由大清皇帝亲自统领的八旗之首 满洲香皇旗 这位影响了整个耶和纳拉家族的大人物 就是大清最有权势的女人慈禧太后 禁分的父亲贵祥呢 就是慈禧太后的亲弟弟 也就是说慈禧是禁分的姑姑 关于禁分的幼年呢 史书上也没有记载 不过禁分出生时呢 乾坟皇帝才刚刚过世几年 他的姑姑也就是慈禧太后 也才刚与慈安太后 一同开始垂帘听证不久 而且虽然慈禧是当时 大清皇帝同志的生母 但是呢 在清朝以嫡母为尊的理智下 慈安太后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慈禧呢 并没有什么实权 所以禁分出生时 他的家族也还只是下午期的 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根据记载 一直到同志十三年 禁分六岁时 他的父亲 也就是慈禧的亲弟弟贵祥 才当上了一个还不错的官职 前亲们侍卫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 禁分小时候 大概也和当时的奇人女子一样 没有受到什么教育 禁分的母亲爱心绝罗 是父亲贵祥的侧福靖 而除了我们刚刚提到 禁分有一个 大他两岁的姐姐靖荣 还有一个小他两岁的妹妹靖芳 他们还有两个弟弟 德恒和德琪 但是这两个弟弟 小了三姐妹将近三十岁 所以呢 应该不是同个母亲所生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说 随文帝的皇后 独孤加罗时有提到 他家九个女儿 有三个都先后成为了皇后 他们的父亲独孤姓呢 也因此有天下第一岳父的称号 而可能因为呢 禁分所处的时期 已经是大清朝的末期了 时局相当不好 不然他的父亲贵祥 也可以说是中国史上的超级岳父之一 贵祥一共就只有三个女儿 但是他三个女儿都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大女儿靖荣嫁给了清末重臣 郑国公爱心觉罗氏的宰泽 小女儿靖芳则是嫁给了爱心觉罗氏的顺臣郡王 而贵祥的二女儿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庆芬 我们都很清楚 他嫁的是清朝的第十一任皇帝 光绪皇帝 关于光绪皇帝的生平 我们先前在说慈禧太后时呢 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 这边呢我就简单的提一下 1875年1月12日 同志13年12月5日 慈禧太后年仅20岁的亲儿子 同志皇帝 在亲政还不到两年就嫁崩了 因为呢还很年轻 同志皇帝没有留下任何的子嗣 也没有留下遗诏 于是呢在慈禧太后的游说下 东宫太后慈安和朝中大臣同意呢 将道光皇帝的妻子 陈亲王义轩的儿子 年仅三岁半的宰田 过继给咸丰皇帝继承大统 成为了新一任的大清皇帝 而因为当时宰田年纪还小 所以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 继同志皇帝后 展开了第二次的承联庭证 我们也都知道呢 慈禧太后千挑万选出宰田 也就是光绪皇帝来继承皇位 除了呢小皇帝年纪小 需要太后设政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呢光绪皇帝的生母 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 慈禧太后就是以此为契机 一步一步登上权力的巅峰 这年呢慈禧太后四十岁 慈禧太后这一设政就长达了十多年 而且呢后宫主位东宫太后慈安 在光绪七年三月十日就宙式于中翠宫了 此后慈禧太后成为了真正大清帝国的最高掌权者 在设政十二年后慈禧太后终于想到 要为当时十五岁的光绪皇帝的婚事做打算了 虽然呢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 十五岁还是非常小的年纪 但是在满清时期 尤其是皇室子弟 光绪皇帝算是非常的晚婚了 在他之前呢清朝一共有过三位幼年登记的皇帝 顺治帝、康熙帝和慈禧太后的亲儿子同志皇帝 顺治皇帝呢是在十四岁时举行大婚 康熙皇帝则是十二岁就举行的大婚 因为大清的组制规定 无论是谁设政 在小皇帝大婚后呢都要归政 所以呢在慈禧太后有意的控制下 同志皇帝一直到十八岁才册封皇后 而光绪皇帝则是一直到了十五岁才开始要选秀 而久等这场选秀的呢 显然不只有光绪皇帝 还有当时已经十八岁 慈禧太后亲子女叶赫纳拉氏的禁分 在清朝呢一般老百姓家的女儿 大概都是十五十六岁就成婚 皇室和贵族女子结婚年龄更早 虽然我们从流传下来的照片得知呢 禁分不是特别的好看 甚至可以说是不是很好看 但是别忘了他可是大清最高掌权者 老佛爷慈禧太后的亲侄女 上门求亲的绝对不在少数 但是禁分为何一直到成为老姑娘都还没有婚配呢 这当然是他的姑姑慈禧太后的刻意安排 光绪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六年十五岁的光绪皇帝 终于开始了第一次的选看秀女 两年后光绪十四年进行最后一轮选秀时 在慈禧太后的明示暗示下 光绪皇帝心不甘情不愿的将代表选为皇后的玉如意 交给了慈禧的侄女叶赫纳拉氏的禁分 同时也将塔塔拉氏的两姐妹选为嫔妃 她们俩就是后来的锦妃和真妃 而光绪皇帝这一生中就只有这妻妾三人了 新元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正月 虚岁已经十九岁的光绪皇帝 终于和大他三岁虚岁已经二十二岁的禁分 在紫禁城举行了大婚典礼 这场结婚大典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 可以说是清朝最盛大最豪华的 但是呢就在大婚举行的前四十天 红后奉于进宫必经的太和门 却夜半失火被烧个金光 而因为时间太赶 最后呢只好找来了北京城最厉害的 扎财表胡将 用竹编指扎搭出一座简易的太和门 这我们在春节特别节目也有详细说过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总之呢光绪大婚如期举行 禁分的花轿就从紫禾的太和门抬进宫 正式成为大清皇后 但是呢这场突发的意外 也让这对帝后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不吉利的阴影 而我们现在熟知的龙玉称号呢 其实是光绪皇帝驾崩后 宣统帝也就是溥仪继位时 为名义上的嫡母皇太后上的徽号 不过龙玉太后逝世后的嗜号呢 也是孝定龙玉皇后 因为呢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个称号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直接用龙玉皇后来述说好了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光绪皇帝是慈禧太后亲妹妹的儿子 而禁分则是慈禧太后亲弟弟的女儿 也就是说光绪和龙玉呢是表姐弟的关系 据传呢龙玉皇后小时候跟母亲进宫时 与光绪皇帝见过多次面 而在宫中几乎没有同龄朋友的光绪和大她三岁的表姐禁分 关系也还不差 不过光绪皇帝对于这场婚事并不满意 首先她将龙玉视为姐姐 对她没有男女之情 再来我们都知道在光绪董事后呢 和她名义上的母亲 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关系一直很不好 而龙玉又是在慈禧太后受益下所挑的皇后 光绪自然就将她视为慈禧太后的眼线 远离龙玉都来不及了 更不用说是培养感情 据说两人从来都没有过夫妻之时 也就是说从龙玉皇后大红花轿抬进紫禁城的那天 她的寝宫中翠宫就已经成为冷宫了 除了按照组制的规定 皇帝皇后必须见面的日子 或者是要一起出席的场合 光绪几乎没有主动见过她的皇后 我们从很多影视作品中了解到光绪皇帝的身不由己 但事实上龙玉皇后和光绪皇帝的处境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慈禧和龙玉的直系后人纳根正的书里也写到 慈禧太后之所以在弟弟贵祥的三个女儿中选中的龙玉 也就是静芬呢是因为三姐妹的大姐静荣和小妹静芳 从小受到的宠爱比较多个性也比较娇贵暴躁 而排行老二的静芬个性温和不多化且做事能干 才被慈禧太后向重选入宫 不过才刚刚进宫龙玉很快就让她的姑姑同时也是她的婆婆慈禧太后失望了 慈禧太后期待龙玉和她一样是一位可以掌管朝政 辅佐甚至是胜过皇帝的女性政治家 来延续叶赫纳拉氏家族的荣耀 但是显然龙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也没有野心 而且呢在慈禧太后以及光绪皇帝的双重压力下 慈禧太后的各项行为都非常的谨慎小心 不仅进宫前的能干消失殆尽 原本的温婉也变得几乎有点笨拙木讷 所以在刚进宫的那几年 不仅光绪皇帝不喜欢她 就连慈禧太后也更喜欢聪明伶俐的正妃 当时的美国传教士赫兰德的夫人玛丽安辛克莱 是慈禧太后的御医之一 在赫兰德后来出版的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一书中 曾经提到 她夫人在后宫见到的龙玉皇后十分和善 毫无傲慢之举 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 她就会退出大殿 她总是怕打扰别人 也从不插手任何事 由此可见呢 虽然贵为一国皇后 龙玉皇后在宫中是相当的低调谨慎 在清末太监信修明所住的老太监的回忆里也写到 钱不够花的时候 皇后就让我们拿她的东西到典当行去典当 我们都知道呢 清末时期时局动荡 其实除了慈禧太后本人外 皇室的生活已经没有从前那样富裕了 但是身为皇后的荣誉 要打点的下人还是相当的多 所以皇后经常是入不敷出 而她也不像真妃那样会向太后皇帝讨赏赐 甚至卖官来赚外快 据传就连光绪皇帝的身父 纯亲王义宣去世时 龙玉因为没有钱打赏给在葬礼上帮忙的仆人 只好称命不去 所以说影视剧里常常演到 龙玉皇后和慈禧太后密报 光绪皇帝与大臣的谋策 又或者是向慈禧太后哭诉皇帝失宠于她 大概是为了戏剧的效果 不仅不符合龙玉的个性和实际的情况也有落差 首先光绪皇帝并不待见龙玉皇后 两人一点都不亲近 龙玉很难得知光绪皇帝的秘密计谋 而向慈禧太后哭诉失宠 就更不太可能 慈禧也不喜欢龙玉皇后 还几度想要废后 再者龙玉皇后也没有这个胆料 据记载在真妃卖官被慈禧太后发现 进行训斥时 真妃因为回嘴被慈禧太后下令 持衣停障 就是脱去衣服 光着屁股挨板子 这个刑罚通常是用来处罚朝廷大臣的 真妃是大清唯一一位受过此行的嫔妃 而龙玉皇后就因为太过震惊 当场下晕了 由此可见龙玉皇后绝对不是为敢兴风作浪 挑拨是非的人 而且事实上龙玉皇后也不是我们想象中是一位愚笨的妇女 她身处无人关外的后宫 什么都没有 时间最多 龙玉皇后就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读书上 在晚清女官玉德林的回忆录里就提到 龙玉皇后相当喜欢看书 不仅饱读史书古籍 就连西方书籍的中文译本都颇有涉猎 对于西方国家的历史啊 政治体制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这大概呢 也是后来龙玉皇后同意和平转让政权的主因 龙玉皇后就这样 从22岁进宫 在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局下 过着身为皇后却不像皇后的日子 一直到她进宫的19年后 西元1908年 光绪34年10月21日10月22日 短短两天内 光绪皇帝以及大清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相继去世 根据慈禧太后的遗诏 皇位由光绪皇帝的弟弟 纯亲王载丰年仅两岁的儿子溥仪继位 成为了清朝第十二任皇帝 年号宣统 小皇帝为名义上的嫡母 就是光绪皇帝的原配皇后 赏辉号龙玉 叶赫纳拉士的晋分 就正式成为了龙玉皇太后 这年呢 晋分刚刚好满40岁 而因为小皇帝年幼 所以龙玉太后可以说是在两天内 从宫中的透明人 成为了大清的最高位 开始垂帘听政 与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丰 共同执政 不过我们前面有说到龙玉太后没有政治的野心 也没有斗争的魄力 于是呢 实权很快就都掌握在摄政王载丰的手中 龙玉太后就退到了二线专心抚养小皇帝 根据大清末代皇帝溥仪后来的回忆里 她提到 龙玉太后相当重视她的教育和皇室礼节 每天呢 除了邀到太后寝宫成婚定性 龙玉太后还会要求小皇帝 将当天所学的四书五经都讲述一遍 即便后来大清覆灭 在龙玉太后过世前 此事都未曾中断 大概呢 龙玉还是想尽力培养大清的接班人吧 不过我们都知道早在慈禧太后执政的后期 大清国事就已经激弱不振 强势的慈禧太后过世后 摄政王载丰更无力回天 很快的在溥仪登基还不到三年 西元1911年10月10日 清宣统3年8月19日 武昌起义爆发 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同年年底在载丰的死对头 时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禁言下 龙玉太后命载丰辞去了摄政王一职 并且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 与革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但是比起大清帝国的存亡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更在乎的是个人的地位 双方的和谈僵持不下 最后呢 南京国民政府同意 如果袁世凯能让清政府和平转移政权 清帝宣布退位 离时大总统孙中三愿解除职务 将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 有了这个保证后 袁世凯开始半游说 半威胁的和大清实际最高掌权者 龙玉太后说 若此时呢 宣布退位 清廷将有优待条件 但是若不同意 皇室恐有灭族之灾 于是龙玉太后召集了众大臣来上议此事 虽然呢还是由主战派的大臣 但是龙玉太后哭着说 这不仅是我们皇室的家事 是关乎天下百姓安危的大事 最终龙玉太后以诸皇族以俯从名义 以旧身临 同意清帝训位 而此时清朝最后一位皇帝 宣统帝溥仪才年仅六岁 于是呢宣统三年12月25日 西元1912年2月12日 清廷便以龙玉皇太后的名义 颁布了宣统帝退位诏书 结束了自1644年 顺治皇帝率清兵入关 大清一共268年的统治 也宣告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正式落幕 虽然呢在龙玉太后坚持下 民国政府提供每年400万两的税用 让大清皇室还可以继续在紫禁城生活 但是毕竟大清帝国将近300年的历史 是由自己一手终结 龙玉太后从此郁郁寡欢 在溥仪后来的回忆录里也提到 每次去和太后请安时 总看见太后在哭泣 就在清帝退位还不到两年 民国二年2月22日 龙玉太后去世 享年45岁 虽然呢对于大清政府来说 龙玉太后可能背上了结束政权的罪名 但是对于民国政府 龙玉太后最终选择了和平转让政权 得到了高度的赞赏 也有着女中尧顺的美称 国民政府还以清朝的最高规制 为龙玉太后举行了国葬 随后呢 龙玉太后与她一生都不目的丈夫 合葬在今天河北清溪岭的光绪丛林 在清朝明间一直有一个传说 在三百年前海星女争的叶赫部落 被清太祖努尔哈赤灭掉时 叶赫部的末代贝勒布养古被杀钱 曾经下过诅咒说 就算我的后代只剩下一个女人 也会将满洲覆灭 很多人呢就认为这指的正是 大清最有权势的女人 叶赫纳拉氏慈禧太后 但是也有人认为 这指的可能是 签署了清帝退位赵书的 叶赫纳拉氏禁分龙玉太后 大清帝国真正的末代皇后 和末代太后龙玉的故事 就到这里结束了 向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